飆漲的股票你總是抱不住 崩鐵的股票卻也砍不掉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戰勝投資心魔呢 它的量幾乎是這裡的兩三倍以上 也就是說這背後一定有什麼故事 永遠都買在最高點 永遠都買在最具有動能的地方 這個東西反而是最安全的 今天我們就找來有28年實戰經驗的Alumi 教授你波段操作最重要的交易心法 而且只要一招 竟然能抱到漲8倍的強勢股 一起來看看它是怎麼做到的 上晚你知道我有練永春拳嗎 真的嗎 不要打我就好了 不會打你啦 是不是 那你知道練永春拳有一個東西是一定要學會 什麼 叫聽巧 沒有聽過對不對 我連這兩個字怎麼寫都有點太好 聽就是聽見了聽 對 橋就是橋樑的橋 聽巧 什麼叫聽巧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人跟人這個 我們這個距離 我們這個短橋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對 那我跟Alumi哥之間就是長橋 就我伸腳才能夠得到的地方 叫做長橋 那聽巧什麼意思呢 就是拳頭過來或是過來的時候 對不對 你要去擋 架住那一瞬間 你要知道它力量要繼續進來 還是它會收回去 那叫聽巧 這樣還滿難猜測的 其實可以 久了之後你就知道了 像有時候你跟對方過手的時候 你就知道 所以我們就來流去送 甩手直衝 就是這樣子 所以聽巧是最重要 聽巧之後 我們才能決定 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後來我發現 做股票好像也是一樣 對不對 它這個大牌的市 或是外資這個力量過來的時候 然後那一瞬間你就要判斷出來 我一直也非常在意 應該是網友留言的 他說什麼 停損要五感 對 什麼叫停損要五感 停損要五感 最主要是 像我一個朋友說的就是說 停損要像呼吸一樣的自然 自然 就是說 因為我們每一次 尤其是在當衝交易的時候 我們一天可能下了很多次判斷 那我們希望說 每一次判斷都能夠對 可是 不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 如果錯的話 盡量縮減它的停損 就是說停損要越短越好 而且 我們希望說 我們只是關注在行情上面 而不是在損益上面 是 這樣子金錢就會伴隨而來 就是說 你只在乎行情 而不是在乎你跳動的損益 那你永遠都會讓自己做最正確的判斷 那阿倫老師 你上次啊 其實教了我們大家當衝 對 但是呢你又說 散戶其實不適合衝衝樂 那到底散戶適合什麼 因為大家覺得 你上次教的新法都很受用 而且上網很喜歡當衝 我真的嘗試了 這樣子 因為當衝其實 是交易裡面最困難的 因為它隨機性最強 對 那每天每一支股票都上上下下 那 我假設如果說它一個漲勢 然後突然間有一個大戶 然後 看它漲很多 然後就開始賣 那這個賣壓可能就會持續到後來 那變成說它漲勢就停止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判斷說 它漲勢是不是會延續 所以它是隨機性很強 有時候快漲到漲停之後 收盤收在長黑的負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隨機性太強 並不適合散戶 除非有練過 對 比如說我很自律 我覺得2%我就直接出場 對 我不要一定要賺到當天的最後的結尾 但是如果散戶比較適合的是做什麼樣的交易 散戶我覺得 我覺得因為我做過長線 對 然後短波段 然後當沖 極短線 然後也有做過高頻 也就是說我每一種都嘗試了之後 對 我發現最適合賞戶的就是一個中長線的交易 中長線 所謂的長線交易裡面有分存股 對 然後又有所謂的價值投資 對 然後也有波段交易 那波段交易跟這兩個有一點不一樣 波段交易它也是長線的 但是它是一個選時選點的 時效分析的交易 時效分析的概念就是說 你認為這個東西 這個股票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漲幅 或者是跌幅 這個時候我們才進場 我們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一個派對要開了 我們不需要第一個進場 所以我們不用買在最底點 但是要知道哪裡要開派對 而且要知道說 這個派對是不是會如期的舉行 如果我們買了票 到那邊結果沒有人 這個派對就是沒有舉行 這個時候我們要趕快回家 不然很可能是個騙局 就這樣待太久 從不到來就你一個人在那邊 對 所以因為現在股市 就是你看今年2021年第二個交易 就已經破到一萬五 所以大家就想說 這個存股好像 好像沒什麼用處 來做短的或做波段比較好 對 這麼高還存股嗎 在這個時候 其實不適合做存股 對啊 那因為整個基期非常的高 所以說存股在這裡 相對的風險會很高 那也不適合做所謂的價值投資 因為價值投資 它有一個護城河 就是說它是打折的股票 對 那時候才適合價值投資 也就是說危機入市 才是價值投資的一個宗值嘛 對 它是屬於一個做均值回歸的概念 對 那波段交易 每天都有新的波段出來 那現在我是比較建議是 短期的小波段 譬如說三到七天 因為台股每一次上漲或下跌 大概都是以這個cycle為主 短波段的 那也有長波段的 對 長波段可能就是一季 或者是五個月這種長波段的 那我們今天也會取那個 一個長波段的概念 是 對 那波段該怎麼來選股 我們就請阿隆明老師 讓我們按圖所記 因為我們 像這一支 這一支股票 我們先不說這一支 是哪一支 對 我們在這裡看到的 其實我們完全不知道這一支 後來會怎麼樣 對 所以 但是它 如果我跟你講說 這一支股票會漲八倍 漲十倍 你可能 覺得我是神經病 但是呢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模式 我們可以去選擇到它 我先給各位 三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要選波段的東西 空頭的時候 大盤空頭 是最好選擇波段的時候 大盤空頭的時候 對 因為 大盤空頭 所有覆巢之下五完軟 所以所有股票都會受影響 對 當它受影響的時候 像這種 就二月份 這是二月嘛 二月份 也受大盤稍微壓下來 然後大盤在盤整的時候 它就往上拉 對 然後後來大盤崩跌 它又跌下來 顯然這是受大盤的影響 所以第一個 就是要跟大盤比 誰先回到大盤的起跌點 那可能就是未來的主流 然後未來的領導股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要跟自己比 那跟自己比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這是週限 對 跟自己比的概念就是說 它必須 譬如說一支股票要漲五倍 漲十倍都有可能 那要漲五倍的股票 必須先漲一倍 要漲一倍的股票 必須先漲百分之二十 所以它跟自己比 必須要創新高 那新高的概念就是說 一個週期 那週期越長越準確 我們看這裡是 接近兩年的新高 所以當它突破了這兩年的新高 所以量就出來了 對 量就出來 那第三個就是成交量的確認 成交量的確認是一種印記 表示說 這很可能是一個標股 錢是最聰明的東西 那股票市場就是說 有錢它才會波動 有錢它才會漲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2019年初期的時候 它漲一波接近百分之五十 可是它這裡 在這邊震盪的時候 它的量幾乎是這裡的兩三倍以上 也就是說 這背後一定有什麼故事 所以第一個 我們不是隨便去選這一支的 那我們可以透過 找到一些標的之後 我們再去追蹤 然後把我們做波段的SOP架上去 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不過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像剛剛那個日線圖 其實在這個疫情期間 大部分的股票漲的樣子 都是差不多這樣 然後你說這個量出來以後 我們就覺得說 那可能大家有在注意它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怎麼來看 因為很多老師 就會跟我們說 我當初買在這 你看它已經漲了兩個區段了 然後一速聲勢大漲 但是我們不知道它未來 態勢是怎麼樣子 因為我們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圖 那我們一般人 去做分析的時候 就會畫兩條線 趨勢線 趨勢線 你能畫出來的時候 其實趨勢已經快結束了 那我這裡有一個問號 就是說 後面是什麼 才是我們真的能夠 把分析的模式 轉換成我們的獲利 是 我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就是說我哲青哥很帥 哲青哥很帥 我可以形容 濃眉大眼 然後鼻子很尖很挺 耳蛋臉 那我就可以有一個概括 因為它就在我面前 股票在這裡 我也很清楚的告訴你說 你看趨勢 對 可是我如果跟你講說 我有一個朋友 某某某 非常的帥 你在腦中裡面 說不出所以然 沒有辦法去形容他的帥 沒有具象 對 這個就是這個問號 後面是什麼 才是最重要的 對 大概是這樣 是 所以這樣如果說我們要看 接下來Party會不會進行 對不對 做波段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注意的是什麼 它的精髓是什麼 做波段的精髓 就是在不確定性中 尋找確定性 所謂的不確定性就是說 市場很多東西是隨機的 那我們做波段表示說 我們不是當沖 當沖還比較好一點就是說 它確定性比較明確 就是說一個賣盤 啪啪啪啪 那走了五分鐘 十分鐘 這個是很明確的 可是波段我們隔夜 然後可能放三天 可能放三個月 在這三個月可能發生任何事情 所以它不確定性非常強 我舉個例子 就是說 有一個大戶 在當天買了很多 結果買到十點多 股票也順勢大漲 這個時候它接到一通電話 老師打來 說你兒子發高燒 39度多 趕快送醫院 對 去急診 然後他這時候心就亂了 想說我買這麼多 那我減碼一半好了 然後啪啪啪啪 因為很急嘛 所以賣得也比較快 對 這時候市場看 哇這麼大的賣盤 賣出來了 所以他人走了 結果市場看 哇這裡大戶在出貨 開高走低 開高拉高 然後又走低 殺低 結果晚上呢 大戶一回家看到 哇電視名嘴都在講 爆亮長黑 這時候他 他造成的 對他造成 可是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對他手中還有一半的股票怎麼辦 明天我要把這些賣掉 所以明天開盤沒多久 他就開始賣 所以甚至這種蝴蝶效應 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說 這市場是怎麼樣子 對 可是我們永遠都分析 分析的東西就是 已經發生過的事情 對 所以不確定性中 尋找確定性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站在機率的角度上 什麼叫機率的角度 譬如說 20日均線 60日均線 站上均線 偏多 但不代表他一定多 只是說這個是機率上面來講 這個是偏多的 所有任何的指標 他都沒有一個決定東西 絕對的東西 只能說他偏多或者偏空 這是一個概念 如果我們把這些概念 加到我們的SOP裡面 那就可以製作出來 屬於我們自己交易系統的部分 對 那其實剛剛像Alumi所說的 就是大部分在股市上面都是 不確定性非常強的 對 有沒有一些比較明確的技術指標 可以幫助我們 埋在起漲點的位置 技術指標 就是說我們的交易 就是說是一個正緯循環 正緯循環 正緯循環 我們市場都要想要有聖杯 你想要學習最正確的東西 對 其實那些東西就是 已經實現了 譬如說趨勢線把它畫出來 你再去分析它 其實是沒有用的 我們正緯循環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對未來一無所知 那我剛才有講到 就是說選擇波段股的一個 基本的概念 當我挑到了這支股票 我要尋找一個啟動點 那啟動點就是創新高的地方 對 那當它創新高的地方 我們第一次就要try error 所謂的try error就是 我們嘗試著建立一個部位 建立部位之後 我們架設停損 未來預期它可能往一邊傾斜 但是我們不知道它怎麼走 都是問號 對 但是我們控制了風險這一側 那獲利那邊我們不知道 就讓市場來決定 對 所以如果市場決定了 把我們停損點到了 那我們就是錯誤了 由市場來證明我是錯的 對 趨勢假設就是說 如果趨勢是對的 那就不會點到我停損 是 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不斷地在重複架設停損 然後讓市場去決定 是不是點到你停損 都是在重複這個過程 是 所以它剛才裡面講到說 整個政委的步驟裡面 第一個就是整個趨勢的猜測 對 然後第二個呢是趨勢的證明 所謂的趨勢證明就是說 當我們這個波段 我們事後才知道 譬如說長了八倍 長了五倍 可是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一定要有部位在裡面 對 由市場去證明它 不然都是空口白話 過去都過去了 對 都唬爛的 就是說你看八倍十倍 管我們什麼事 所以我們在tri error過程裡面 就是建立不位 然後所謂的趨勢證明就是 讓損益來證明我是對的 假設我的趨勢的假設是對的 那我的損益就會正的 如果我的趨勢假設是錯的 那我的損益就是負的 那一直到可能市場證明我是錯的 把我的停損點出去 這種趨勢證明就是說 我一定要有部位在裡面 然後隨著部位 然後隨著趨勢去調整它 修正它 這是第二個法則 譬如說我們在這一個走勢裡面 它創性高的地方大概在15塊多 所以第二天跳高沒有殺回 這個是很強勢 這時候我們要嘗試建立部位 建立部位我們是不是要架設一個停損 tri error 這個error就在前一根的紅K 低檔區 啟動的低檔區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個買進 嘗試的第一個 買進價格 買進價格 然後這個是停損價格 所以交易它就是一個tri error的過程 那後面你看到這個圖 後面是什麼 其實你畫不出來的 對 但是我們只能控制風險的這一側 所謂的交易的精髓就是說 這是一個不確定性的東西 那我們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 我們確定的風險到底有多少 是 但如果說趨勢 如果說我們都已經猜對了 對 然後也證明它說就是這個方向 對 我們要怎麼樣去加碼 我們每一次追蹤趨勢 一加碼就要調整我們的 停損價格 error的地方 對 就是停損價 所以當你初期建立的部位之後 你的停損價就永遠都保持在那邊 那除非它一個很長的距離之後 你可以適時的調整 那我這一個地方有做一個 就是這個是我們在交易的地方 對 它又突破了一個新高 所以這時候就必須要第一次的加碼 因為我們原始單是在這裡啟動的地方 是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曾經這一根紅K出現的時候 有移動停損到紅K的低點 因為Profit已經很長了 這時候我們在保護原始單的Profit 那一旦進到加碼的階段 就是移動停損 每一次加碼就移動一次停損 那加碼移動停損的概念就是說 我一旦涉及了加碼 我就不能賠錢 對啊 因為平均購買成本就上升了 對 你的平均購買成本上升嘛 所以你必須在移動停損的 必須移到哪裡 你的均價的上方 可是呢 就是我第一次買10萬 我第二次在加碼的時候 我就追加那時候 我是要一樣10萬10萬加 還是20萬 然後再30萬40萬這樣 越加越重還是越加越少 是加碼的地方 是看一個人的風險承受度 可是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說 一旦你涉及加碼 表示你的原始倉位是對的 那對的你就不能再輸回去 所以 一旦到了加碼 你就不能輸回去 所以你 不管你加多少 你就是 把你的總張數 回推你的總成本 那因為你的總成本是 可以移動的嘛 譬如說我加的少 總成本就 還是比較低 比較低 加的多總成本就比較高 你的總成本 兩邊加碼跟原始倉位的總成本 你必須在設在停損點的下方 因為這樣一旦你點到停損 你還有一定的獲利 那如果說你的停損是設在 成本跑到它的上方之後 你就不會獲利了嘛 所以一旦我們涉及到加碼 這個就是不會再賠錢了 就是這種概念 所以你風險是可控的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最怕的就是 你還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填損出場 對啊 因為像這一支 你加碼了蠻多次的耶 對 因為這一支 它是一個趨勢 非常明顯的一個趨勢 那趨勢 到了最後 我們只是在追蹤趨勢 不然你思考一個事情 就是說 假設我一支股票賺了15% 這時候我心裡會動搖 可是它實際上後來證明 它可以跑到一倍 但是我15% 定存10年 就15% 多好啊 趕快profit take it 可是做波段交易就是 我到15%的時候 我挪動停損 譬如說挪到8% 我給你一個適度的range 讓你去震盪 對 那我永遠都是在追蹤你 如果你能夠走到天涯海角 我就跟你走 對 那如果說你走到一半 就夭折了 這也會發生嘛 對啊 我就是用一個tri-error的一個 正緯的循環 架在那邊 我是錯的 這個趨勢已經不在了 或者說這個趨勢 停止或者是反轉 我就會離場 對 所以所謂的正緯就是說 tri-error 我如果是錯的 那市場來證明 那如果我是對的 市場給我獲利來證明 永遠都是有部位在裡面 你才能夠證明到你的部位 是不是對的 趨勢是不是存在 這種就是實戰 不然 漲一百倍也跟我們沒有關係 對 但是呢 最後面一定會證明是錯的 一定有一次是錯的 一定有一次錯的 對 一定有一次錯的 那那個時候是什麼時候 我們決定要停立呢 像這邊一直追 我這裡會有加碼 然後有畫停損的地方 這裡你可以看到 這裡是第四次加碼 第五次加碼 每一次加碼 加碼了七次耶 綠色線就是每一次加碼 移動停損的地方 所以移動停損是有技巧的 移動停損 第一個就是 當你加碼之前的一個 大紅K的低點或者是缺口 那個缺口的不要讓它回補 缺口的低檔區 就可以去做一個加碼 停損的位置 所以它停損是有技巧在設的 那如果這個追蹤停損 沒有點到 那你可以持續的獲利 對 所以說到了哪時候 第七次的時候 第七次是賠錢的小賠 就是說我們第七次跟第六次 其實第六跟第七 這兩個加碼是break even 但是我們賺第一次到第五次 所有的東西就是說 假設你趨勢看對了 要如何賺大錢 就是不斷的去加碼它 在可控的風險裡面 去賺大錢 而不是說 我看對了 然後short hand 因為沒有看對的時候 市場是不確定性的 我們一定要了解 市場是不可預測的 所以反正總之你的最後一次 就是賭錯的那一次 你就停歷出場 但是其實ALOMIN 你在進場的時機 也通常是那支股票 創新高的時候 可是我們一般來還是會有點擔心說 我會不會我買在創新高 然後他就再也無法創新高 你一看起來就已經最高沙低 對啊 其實波段交易是這樣子 因為既然是波段 它就是有一個大方向 可能會持續很久 那持續很久 重點在於動能 就波段如果說一個長紅K 或甚至說跳高開 你看後面都還會有一段 這就是所謂的動能性交易 那我們剛才講的架構是新法 那其實裡面還有很多技術性的細節 不管你移動停損哪時候去追高 永遠都在買在最高點 永遠都買在最具有動能的地方 這個東西反而是最安全的 如果波段跑出來 但是一個盤區 它偏高的地方可能是很危險的 因為它是盤區 但是如果是一個波段啟動的時候 你不用害怕 是 所以最後你想要給這些散戶 或小資主 如果說真的他有心要進來做波段 你有沒有給他最中肯的建議 就是說 錢準備夠 不用怕錯 try arrow 不用怕 就是說你為什麼我們要try arrow 就是說假設你有100萬好了 對 那你一次進場就是10萬15萬 對 那你的try arrow的部分 你的停損譬如說拉很大10% 那你15、5萬下去 一旦停損了 佔總資金只有一%多 所以你不會傷到 可是你要是對了 最後的加碼會讓你達到了100萬 然後一旦你賺錢 這個時候你已經 錢已經就擺在那邊 一賺定了 只是賺多賺少 總之我們控制的風險 是在小的地方 小的地方 而且是第一次有風險 加碼之後風險就跟我們無關 因為我們的均價就是 設在break even的地方 對 對 股民們早上研究線型 晚上分析籌碼 做了那麼多功課 為什麼還是賺少賠多呢 像這種量縮 就是一個基本上的買點 輕輕的一推它就會往上走 老手基本上在這一塊會輸錢 會輸在這一種反彈 但是看走也能 今天我們就找來有28年實戰經驗的Arumi 它不只要拆檢能讓贏家長期獲利的賺錢方程式 將你解讀量價關係 準確判斷行情 一起來看看它是怎麼做到的 上一次Arumi大哥呢 就教我們說怎麼樣用Trail & L 來建立部位嘛對不對 然後不要怕追高 結果呢 你那影片我們一出去的時候 你看看這邊喔 他們說這種勝率獲率也不高吧 對不對 而且會假突破真套牢 常常會碰到這種事情 真的會賺嗎 可以網友講話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大家拿錢出來撥 其實心也會疼嘛對不對 阿umi大哥你怎麼看 因為我們上一次啊 所說的那種Trail & Error 是說如何在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性 對 那我們只是控制風險這一側 那事實上喔 像這位網友所說的喔 不是他可能有意會錯 就是說我們每一次可能進場 就是10% 15% 但是我們是一個Portfolio 如果以單一股票就是10% 15% 那我們只是說每一支股票 我們最多最多的停損 第一次那控制在1%到2%之間 那當我們建立部位之後 那可能我們三支股票或五支股票 可能我們資金的使用率就到50% 只要加買一次我們就滿了 事實上不會說我一次只買10% 那就固定10% 其實是一個Portfolio的概念 那如果有再加碼的時候 當我們加了一次兩次 我們資金使用度可能百分之百了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如何讓我們的停損加起來 就是1% 2% 3%這種概念 那如果獲利的話 當它你的持股比例接近百分之百的時候 你可能會翻倍 就是說如何拿幾%的那個風險 然後控制好它 然後預期報酬 希望幾十%或者是翻倍以上 那大概是這個概念 不過我很好奇我想請教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散戶真的還滿用功的 如果跟全世界散戶比較起來 可能他早上爬起來看線型 他晚上就看籌碼 花很多時間 為什麼還會賠錢呢 因為應該這麼說 我們做交易 就是一種對賭的概念 對賭的概念 對賭 為什麼叫對賭 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用期貨來講 那期貨是一種合約 我買就一定有一個人賣 那像外匯也是一樣 換匯我們跟銀行換 或者跟銀行 投資銀行或者是銀行的客戶那邊換 最終我們要換回來 才實現損益嘛 對 那一定要找到一個 願意跟你換的人 股票也是一樣 股票也是類似的模式 就是說我要買 一定要有一個人賣給我 那基本上這個交易的行為 就是一種對賭 那在對賭的本質裡面 金融有一個二八法則 就是說八個人會輸錢 兩個人會賺錢 長期啊 如果多頭的話 就大家都賺錢嘛 可是如果多頭跟空頭 我全部加起來 長期來看 大概只有兩成的會賺錢 那如果說 我們用一百個人來做比例 比喻啊 就是說你今天是第八十名 你一定賠錢嘛 那如何跑到第二十名 可能我們很努力很用功 但是呢 這是一個動態平衡 別人也在努力也在用功 所以你可能八十名進不到六十五名 你還是賠錢 還是賠錢 對 如果進不到二十九 那個十 二十一名還是賠錢 對 好累喔 前二十一名才有 好累喔 因為這種排名裡面 可能有法人參與者 對啊 然後也有大戶 也有中時戶 所以有很多他們具有的 具有的優勢 所以賞戶會更辛苦 對對 所以賞戶一般 比較不容易賺到錢 對啊 可是這樣我就不懂了 就是 因為剛剛講說 如果是股票這種對賭的概念 我可以理解 可是如果說買ETF 買基金這種 共同基金這個 也算是對賭嗎 對 就是說在當下 我們講當下的交易行為 如果我們要買股票 一定有一個人要賣給我們 對啊 但是市場的組合裡面 譬如說我做ETF 或者是說做存股 那 我跟誰買股票 可能參與者是一個投機的人 那我只是跟投機的人買股票 但背後的原因有很多種 可是在當下的交易行為 如果沒有找到一個對家 那我就變成掛漲停或者市價 我一樣買不到 所以在當下的交易行為 就是一種對賭 我看好它 一定會有一個看空它 或者是覺得它不好的 然後賣給我 所以當下又是一個平衡的狀態 那就是一個對賭的本質 對 所以做交易就是對賭的本質 對 那我很好奇 因為很多贏家都會希望 有一個長期獲利的模式 那也會希望 聽聽看你所謂的賺錢公式 你有沒有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我們 三次講到的是一種實戰的方式 對 那我們是實戰派 不是那種分析師 所以 我們要賺錢 要賺誰的錢 要賺對手的錢 在對賭的架構裡面 我們要賺對手的錢 那對手就是股市喔 對 股市就是我們跟誰買股票這樣子 在一個 一個 pool裡面 這些參與者彼此來對賭 那這種對賭的概念 我們可以有一個賺錢的公式 就是說 把它 你要賺誰的錢 就賺對價的錢 那賺錢的公式就是 你的期望值乘以資金周轉率 這資金周轉率 就是你的交易的style 就是我做長線 那資金周轉率就很低 如果我做短線資金周轉率就很高 但是相對的 短線的期望值是很低的 那長線的期望值就很高 那我們再把它分拆成勝率跟風暴比 那主要我們來探討這一塊 如何在這排名裡面 我們來提高我們的優勢 那這些東西就是說 如何去尋找一些工具 或者是一些概念的東西 來提高我們的勝率 是 其實因為我常常在看 很多的財經新聞 他們就說其實大部分人 都看的就是投報率 就是報酬率 可是我今天聽到這個期望值 其實對我來講是很遙遠的 為什麼就是我們要特別去關注期望值 有點抽象其實 對啊 因為我們 我講一個例子 大概十年前有很多澳幣應存 銀行的澳幣應存 標榜12%一年 還有南非幣 對 南非幣 可是我們只看到報酬率 卻忘記了它的風險 事實上後來很多銀行被告 因為它的匯率風險 大於它的利息風險 其實存股也有類似的東西 存股也會 對 譬如我要賺的是股息 結果我賠了價差 那整個Portfolio一算 賠錢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在看東西的時候 只思考到報酬率 沒有思考到風險那一端 那整個Portfolio不一定會賺錢 那期望值就是說 我們如何把風險那一側也加進來 然後整體來看 這樣子才能夠真正賺到錢 對 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在看這個公式的時候 我特別有注意到 就是裡面有一個勝率 還有風暴比才是期望值 這各自代表什麼意思 這風暴比就是說 我們譬如說 我舉個例子 現在1萬6千 我用大盤做例子 可能大家比較清楚 1萬6千 如果以我的交易模式 我每次平均大概賺個90點 可是我聽損可能百30點 那風暴比就1比3 是這樣算嗎 那我如果要降低我的 增加我的風暴比 最好越高越好 所以我用停損用15點 那我的風暴比只有6 可是相對的就是說 當我提高風暴比的時候 勝率那個停損就常常會被點到 勝率就會降低 所以我們都是在尋找一個平衡點 就是說我的交易模式 然後在這個市場裡面 停損擺多少 最合理 然後風暴比應該是多少 是我最能夠最大化 最佳化的一種比例 是 可是像我們都是散戶小股民 對 所以我們到底有什麼樣的優勢 可以跟自營商跟法人 他們來對抗 散戶最大的優勢就是很靈活 很靈活 因為資金不夠大 所以他不用考慮太多 他只要考慮方向跟金出倉點 他不需要有太多的策略在裡面 那法人就不一樣了 那大戶考慮的可能也更多 譬如說我們在做交易的時候 你可以任何一檔股票 賞戶都可以進出場 可是我們不行 我們建完了之後可能十分鐘了 那被我們一推推到很遠的地方 那我們不曉得要賣給誰 這種時候我們會有一個流動性風險 所以散戶最棒的地方就是 當他看得準的時候 他可以比較大部位 或者說大比例的資金 譬如說我有100萬 或我有300萬 那我可能一次買個150萬 可是當你有1億的時候 就不是這樣子玩 當你有10億的時候 更不是這樣子玩 所以散戶它的優勢在於靈活 所以如果你是散戶 那應該善用你的優勢 你知道我很喜歡看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裡面通常每一個招式 它通常都有連貫的 都有連貫的 所以譬如說你15招 你只學了三招 你是不一樣的喔 但是如果說你15招學會之後 那三招的發揮的規例也不同 更大 會更大 對沒有錯 那之前教了Trail and Error 對不對 如果跟這個結合起來 它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我們在上一集所說的 那種Trail and Error 是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有部位在裡面 可是我們部位在裡面 一旦有了 接下來呢 就看著它跑嘛 不能嘛 所以我們要追蹤市場 那我們今天 就是說如何提高勝率 在勝率要能夠達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我們如何優化它 那我們在追蹤市場 有很多種方法 可能透過指標啊 可能透過你的一些製作的工具 然後客製化的東西 然後來提高它的勝率 那我們今天可以介紹一個 就是具體的方法 具體的方法 就是說量價關係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 如何追蹤這個市場 你剛剛說量價關係 這個其實是有一個 什麼通則來輔助 你說你判斷這個 所謂的量價關係 然後整體提高勝率嗎 對 就是說我們如果說 已經建立了部位 那我們在追蹤市場的同時 就是說要注意它的風險 那風險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我們方向的判定 然後譬如說剛才有那個網友說 突破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我們也可以透過這些量價關係 來做一個確認 對 那量價關係裡面 大概多頭的架構 就是量漲 然後 價漲量增 然後 它回檔的時候是 價跌它一定要量縮 那空頭剛好顛倒 那這個東西可以用人性去解釋它 就是說 多頭的時候 我們大家就搶著買 可是呢 當它回檔的時候 賣的人不願意賣出 那也沒有人敢追 那我們在做交易 其實說 反市場交易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要跟人性相反 當它掉下來的時候 那大家不願意再賣出的時候 這時候 推動 往上推動的力量 輕輕的一推它就會往上走 所以 當它如果說 回檔 多頭走上去之後 回檔然後開始量縮的時候 買點就出來了 對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種 量價關係的模式 來判定我們自己的部位 是不是安全 大概是這個樣子 是 可是我這樣看 無論是多頭的型態 對 其實我這樣看的話 其實還不太了解 有沒有什麼例子 可以讓大家清楚的 可以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就是 譬如說這個 這一支是艾普 那這個艾普我們 可以看到 之前它都是完全一個 沒有量的一個走法 對 那之後 它開始在這量 有量了 而且有往上突破一個區間 我們今天 除了講量價關係 也來看一下所謂的股票箱 那在這裡突破了之後 它的量就出來了 這裡的量就出來了 像這種 我們有一個定義就是說 量能激增 量跟能都激增 所謂的能就是它的 價格 往上突破的一個速度 是 那個量能激增 那這一個地方 基本上就是一個買點 那如果說我們錯過了這個買點 那當它走完之後 這一塊地方我們有 之前有介紹一個選股模式 上一集 就是說 這裡是去年的二月 二月大跌的時候 二三月大跌 誰先往上突破了大盤的起跌點 它就是未來的強勢股 所以艾普這一隻就是 然後當它突破了這個起跌點的時候 它的整個量能大增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要用多頭去思考它 那 隨著 如果說我們有建議部位 隨著這個量價關係配合 如果往上走 量就會大增 這是攻擊量 然後往下跌的時候就會量縮 像這種 在這種高檔的時候就會開始量縮 就是跌不下來 那又上去了 這一塊地方很特殊 這是因為 它是處置股票 處置股票 五分鐘一盤 或者是二十分鐘一盤 那它相對就會量縮 所以這一塊會失真 可是它的價格型態就是往上噴 對 所以我們可以 在擁有部位的時候 然後 由量價關係 由股票箱 甚至由這個均線來驗證 我們的部位 是不是安全的 對 那這樣子 套用前面的方法之後 你怎麼看 艾普同樣這一支 它後面的走勢 像艾普 它長了好幾倍了 然後到達高點之後 開始震盪 它下來 你可以看到 我這裡有畫線 它是有一個TEMPO的 在股票箱的下面的結構 下面這一個股票箱 你看到這裡開始亮縮 股票箱快結束的時候 它是一個極度的亮縮 像這種亮縮就是一個基本上的買點 那 這個東西就是說 如果是多頭 它會符合往上走的時候 量就會跑出來 往下跌的時候 量就縮 那如果說 它還在多頭的結構裡面 我們都不用去擔心它 對 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往上走 又往上突破了 開始亮出來的時候 就是一個新的加碼 新的攻擊信號 對 我們上次有人在說 加碼到底是選哪時候 量價關係就是一個 很基礎的一個指標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有進攻號碼 對不對 但也有民金收兵的 要撤退的 空投的對不對 空投的到底要怎麼看 像空投 因為這兩年沒有什麼太多例子 只有去年的三月 去年的三月 那沒什麼太多 我們也沒賺好錢 我們用大盤來做例子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去年的一二月份 在高檔震盪的時候 大概在一萬二左右 當它下跌的時候 你會看到下跌開始急劇的亮幀 亮幀的那一邊就是方向 那接下來 它又往上 我們這一段只能視為反彈 因為它在亮縮 可是當它開始往到這裡的時候 回到原來的區間 起跌點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要修正看法了 所以我們會有看錯的時候 就是在這一塊 就是從三股上來這一段 對 因為它反彈的實在太太兇了 所以老手基本上在這一塊會輸錢 對死在半山腰的 對 會輸在這一種反彈 但是看著我眼的它反彈 比預期中的更強 對 這一塊 那又上去了之後 我們就要調整心態 然後從量價關係來看 它在這裡收斂的時候 它往下跌 然後當它要往上攻的時候 它量就開始出來 所以這又是一個攻擊訊號 所以我們抓住一個大盤的TEMPO 就是下來的時候量縮 上漲的時候量增 這個就標準的多頭模型 對 如果說下來的時候量增 然後上去的時候量縮 這個是空頭的模型 所以我們把這個量價關係搞清楚了 那我們就可以制定一個我們自己的策略 然後因為我們手上有持股 所以一定要有這種策略性的架構 幫我們把持股框架好 增加我們判斷風險的一種優勢 大概是這樣 可是你一直跟我們講量價的關係 好像真的是一招打遍天下嗎 它會不會有的時候有一些陷阱 或者是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要調整 我們所有的判斷模式 都不是百分之百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架設停損的原因 那我們控制好風險那一側 那就可以 事實上我們交易 有一個交易的概念 交易不是在求勝 而是在求敗 就是說 求敗 我們把每一次會賠錢的東西 盡量壓縮 然後把會賠錢的一些習慣 然後減少了 然後把我們做交易的時候 那些惡喜把它清除掉 那尋找你失敗的原因之後你才會勝利 那像我們這種就是說 我們看走眼的時候一定會有 那我們最後的底線就是 設一個停損在那邊 那如何把自己的停損壓縮到最小的時候 那我們獲利就可以極大化 是 所以你知道 我剛剛不是講武俠小說嗎 你沒有在看對不對 我有啊 金庸系列各種 金庸系列就是黃蓉跟郭靖 那不是學香 他不是要騙他學香榮十八掌嗎 對 我覺得現在那個 阿隆米就像紅七公 對 教授這些 對 可是教完之後 你看他就 後來他怎麼教郭靖 他說你要把前面的東西融會貫通 既然我們有try and nail 然後我們也有量價關係 那我要怎麼樣 就是我們這散戶啊 要怎麼樣學這個東西之後 才不會被割韭菜 其實割韭菜喔 就是說我們要尋找的東西就是說 屬於自己的優勢 你的優勢到底在哪裡 譬如說下單系統的優勢 你的網路速度快慢 如果你做短線的話 網路速度快慢也是一種優勢 那我們去尋找屬於我們自己 可以分析我們交易的模型 的一種優勢在哪裡 所以要先知道自己的 自己要什麼 然後我們如果說我是做長線的 那我們可能就透過量價關係 可以判斷一個方向 然後透過股票箱 我們可以去運作一個 哪裡是買賣點 那均線又是一個我們符合 我們一個判斷方向的一個機率的東西 所以把每一種東西都把它優化 然後優化之後我們要 一招要練習一萬次 而不是一次練一萬招 那只要把那一招練一萬次之後 那財富自由的路就很快了 對 實際上每次我在看 我聽Alumi大哥講的時候我想說 其實股市感覺上就是 它有很多很多需要了解的 希望下次我們再多多 兩招學起來 兩招對不對 那永春全是三招 學了三招就差不多 練一萬次 我們知道 我好痛喔 我一把這些東西都能夠 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